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昨天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 本届峰会以激发数据要素新功能 开启数字中国新征程为主题 共有200多单位参展 本届峰会通过设立云上峰会平台 融入更多虚拟产品交互体验 线上线下同步展现峰会盛况 成果展同步开设云展区 充分展示数字中国建设的最新成果 数字化的应用数字中国的建设 对制造业对中小企业对实体 那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和拉动 这次大会提出了一个数据要素这个概念 数据要素和生产要素相结合 就能创造出全新的消费模式和产业结构 在数字峰会主论坛上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外发布了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 报告显示13.5期间 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力量 截至2020年底 网民规模增长到9.89亿 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70.4% 已建成5G基站71.8万个 5G终端连接数据超过2亿 互联网卸议不要用户数达4.62亿 本集合讯5.9% 4G统端连接数据超过2亿